有的車子真的是要玩過開過以後你就覺得 欸 蠻有意思的這次Coin Racing呢來到上海比賽 結果朋友的4S店呢就借了我一輛代步車 哇 還真的是喔 從第一天開始玩玩玩玩到現在幾天下來 發現了很多很驚奇的東西 我們一起來看 斯伯瑞只是Honda呢針對中國路況 以及駕駛的習慣呢而設計了一款進口房車 但我第一點呢看到這輛車的印象就是呢 車頭很Sporty又霸氣 車頭燈全部是由LED大燈組成的 橫向排列的4顆LED燈包 分別是控制近光還有遠光 四關燈還有呢日間的行車燈 再來看從車頭進氣罩到前保桿 向下延伸的前擾流 還有車兩側的裙腳 車尾尾燈采用了也是LED光源 專為SI車型所準備的全黑內飾 搭配上仿碳纖裝飾的點綴 再加上方向盤和座椅的紅色縫線 以及紅色的氛圍燈 相當有FU的喔 我每次一坐上車呢總是喜歡啊 摸一摸這個內裝的部分 因為呢過去 日本車常給人家的購壁 已經就是塑料太多 然後呢在組裝的時候 都有一些風隙 所以呢會有KITIKARA的響聲 在這輛車上面呢是完全沒有啊 可以顯現出呢這個整輛車的組裝 是非常紮實 相當的有檔次 再看呢全新設計的三幅方向盤喔 從後方的換檔撥片呢到正面的 包括了音響電話和其他許多功能 都可以透過按鈕 以及左右各一的滾輪來控制啊 所以操作非常的簡單 儀表版的行車電腦呢顯示出許多有用的訊息喔 我個人覺得很有用的就是HUD抬頭顯示功能 除了基本的時速顯示外呢 另外可以顯示轉速表 導航路線 TSR交通號制識別系統呢 還有這個很有意思 是機質重力加速度的訊息 這個呢就像是大家在看F1直播的時候 螢幕上面打出來的一個機質顯示是一樣的 全新的四伯瑞呢 搭載了一具2.4缸內直噴引擎 可以輸出呢204p的最大馬力喔 配上呢這個是相當棒的 是全新開發的8速雙離合器變速箱 所以呢反應相當的快喔 0到100呢只要8.2秒 Robin這次借用的這輛車 雖然排氣尾管沒有經過特別的調效過 但是呢透過ASC主動聲浪回饋系統 居然會發出猶如V8引擎的聲浪喔 我想呢以25萬人民幣左右 買一輛呢既有房車的舒適 又要有推背感 又要駕駛趣味無窮 我看啊 這輛斯伯瑞應該是最好的選擇了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 謝謝大家